他丁这么多,哪种他丁最好? 这些他丁之间,到底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这是网上很多朋友想问的问题 今天张大夫就用这个视频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 讲清楚,视频不长,大家耐心看完 应该说,现在吃他丁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其实背后它的原因呢,两点 第一点,是因为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多了 心脑血管疾病的病理基础是动脉专业硬化性的斑块 而通过他丁降低低密度脂蛋白 让低密度脂蛋白达标以此来治疗心脑血管疾病 阻止这种斑块的进展 这是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治疗上的作用 所以说,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多数需要长期吃他丁 第二类呢,就是现在血脂异常的人太多了 你说血脂高了,很多人就需要吃他丁 所以说,因为这个原因吃他丁的人也不少 两点原因一汇聚,现在好多人需要吃他丁 说完这个原因呀,我们就要说 我们现在中国市面上,中国老百姓 中国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和血脂异常患者 最常用的五种他丁,咱们今天一个个给大家说 我说最常用的五种他丁啊 心伐他丁,阿托伐他丁,瑞树伐他丁,匹伐他丁和血脂康 一说这儿好多朋友都认同 的确是啊,这几种真是明星他丁 身边的老病友们都吃的是他,咱们今天挨个说 第一个说心伐他丁 心伐他丁呢,实际上来说 他是爷爷辈的,上市时间早 他的原研企业是美国的墨沙东 商品名输酱汁,因为他很早就上市了 所以说这些年我们国内的仿制的心伐他丁也非常非常的多 尤其是在基层,好多人呢都吃心伐他丁 实际上来说,他使用他的人并不在少数 这个他丁啊,他是经过大名鼎鼎的肝脏细胞色素酶 P450314代谢 经过这个途径代谢的药不少 影响这个代谢途径的食物也不少 张大夫常科普,大家呢可能好多老粉丝也都知道 只要是,比如说这个心伐他丁经过细胞色素酶 P450314代谢,我们就尽量不要吃柚子 尤其是红心柚子西柚,为什么 因为它有可能西柚里面的肤南香豆素影响这条代谢途径 导致心伐他丁蓄肌,副作用出现 除此之外,有些药物也有这个作用 比如说可拉酶素,红酶素,铜康座,医曲康座等等 所以说,吃心伐他丁要注意这个问题 心伐他丁呢,现在在我们国内常用的剂量呢 就是20毫克到40毫克 一般来说呢,它是一个中短效的 就是降血脂的药物,需要晚上吃 同时呢,因为心伐他丁这些年呢 时间长了,相对也便宜,这是他优势 但是降脂力度的确不如新出的一些他丁 那么明显 而且呢,发生不良反应的几率也相对高一些 比如说,导致转胶没升高,导致肌肉损伤 计算机没升高,导致这个血糖升高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出现了不良反应 一定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进行调整 这是说完新发他丁 说完新发他丁,咱说阿托法他丁 阿托法他丁呢,实质上更是大名鼎鼎 我说出来之后,估计好多人说吃过 或者说正在吃 阿托法他丁的元严企业呢 是美国的辉瑞制药公司 大名鼎鼎 它的商品名叫利普陀,好多人都知道 在我们国内常用的剂型 10毫克一片,20毫克一片 应该说呢,好多人 这个对这个药都是非常熟悉 这个药它和刚才讲新发他丁一样 都是经过大名鼎鼎的肝脏细胞色素 酶P4503A4来代谢 所以说,刚才讲的那个话题 你要是吸幼,红芯柚子 柚子类的这个,可能影响到它 还有一些药物,也可能影响到它 所以说平时要注意 这个药呢,实质上来说 阿托法他丁是个强效降制药 一般来说呢,晚上吃 它降血脂力度比新发他丁好 但是,应该说 也应该注意那几个副作用 比如说,肝损伤 转美升高 肌肉损伤,计算机美升高 和血糖升高 我自己在临床上也能遇到 遇到了,别怕 调整药物就可以了 这是说完阿托法他丁 咱们就再说大名鼎鼎的瑞树法他丁 瑞树法他丁的原研体业是英国阿斯蒂康 AZ 它的这个商品名呢,叫可定 在咱国内呢,10毫克一片 有的人吃5毫克 有的人吃10毫克 强效降止药 吃上之后降血脂力度比较明显 另外说一点,人这个药优势不经过细胞色素酶 P450 3A4代谢 人经过细胞色素酶 P450 2C9和2C19代谢 躲开了3A4 这样的话就不容易发生药物和食物的交叉的这种不良反应 这是它的优势 另外一个优势 逆转斑块 好多朋友都指着说吃这个药逆转斑块 这个药成名也是说 有些医学研究提示它可以逆转斑块 实际上张大夫说句公道话 逆转斑块可遇不可求 如果说你通过吃瑞树华他丁 低密度脂蛋白控制好 斑块有所逆转 好事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 不能达到 我们吃这个药 只要让它血脂达标 斑块不进展 就已经非常好了 这个药也是容易导致 它的常见副作用也是 就是像肝脏损伤 转煤升高 计算机煤升高 以及血糖的升高 大家在服用过程中也需要监测 第四个他丁 这些年用的越来越多 好多人都听说过 匹伐他丁 匹伐他丁 它的原研企业是日本 星河注视会社 名字 商品名叫利清枝 一般来说 咱们国内见的就是两毫克一片的那种 匹伐他丁应该说 还是优势比较大 它的优势来源于它的代谢途径 不经过咱们刚才说的 这个细胞色素酶 P4503A4 少部分经过2C9 它不经过这个途径 相对来说 不良反应 或者说和食物 药物之间的这种不良的交叉反应相对少 而且应该说 匹伐他丁是一个不错的降职药 就是正作用大 而且不良反应相对少 除了咱们说的那些个常见不良反应相对少 它又有一点特别好的地方就是 它不影响血糖 更多的医学研究显示 匹伐他丁 相对来说 对于血糖的影响非常小 甚至我们可以说 它是唯一一个不升高血糖的他丁 而且它还有另外一个优势 就是升高高密度质蛋白 大家众所周知 高密度质蛋白越高越好 它如果有提升高密度质蛋白的作用 这就是说它能发挥更多的好处 这是匹伐他丁好多医学研究看到的特点 匹伐他丁一般来说 我常用的一毫克两毫克 当然好多人说起了匹伐他丁有点民族情节 觉得原言药的国家怎么样怎么样 实际上来说 客观公正的讲 只要药对您的病好就行 大家不要看它哪个国家原言的 它都是人类智慧的精华 而且这些年我们国家针对这个匹伐他丁 也有好多仿制药 如果您心理上真过不去这款 也可以使用咱们国内的仿制的匹伐他丁 说完匹伐他丁 说咱们中国人自己原言的他丁 血脂康 血脂康这个药好多人也都吃过 实际上来说 如果按照咱们国家学脂领域权威 赵水平教授编写的 他丁类药物治疗学来说 认为这种他丁是一个纯天然他丁 它的原料是大米和红曲 没有天花加人工的合成 就是纯天然 这本书上就这么写的 相对来说 降血脂不错 还毒副作用小 的确是这个样子 我在临床上自己感受 我说实话 自己临床感受 这个药的降血脂力度 不如前四个他丁 弱点 但是它有优势 你要是说吃他丁不行的人吧 换用血脂糠 还真是可以考虑的选择 它就是发生不良反应的几率小 这个的确是 所以说我们常常临床大夫呢 他调药就是说 如果吃别的他丁不行 最后不行用血脂糠吧 常常有这个选择 但是的确它 降血脂力度还是弱一些 今天呢 给大家啰里啰嗦 说完了这个市面上 常用的五种他丁 希望呢 我这个作用呢 能够让大家呢 抛砖引玉 能让大家更了解他丁 至少自己脑子里有根弦 遇到相关情况呢 知道自己快及时去就医 再一个 实质上来说 这个他丁 一句老话 龙生九子 子子不同 这个他丁啊 实质上 不同他丁 有不同的特点 只要自己 在医生指导下 选一个适合自己的 能把血脂控制达标 不出这种不良反应 就行 不用非得追求 我必须吃哪个他丁 听说那个他丁好 这个态度不对 只要选一个适合自己的 就行 希望今天的视频呢 能够帮到手机前面的朋友 如果大家觉得好 觉得不错 可以点关注点收藏 也可以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关注健康 关注张智英台 辅助 转发给身边的减转发给你 转发给你帮助 我会不是 我会不会是 帮助 转发给你帮助